亲爱的女人 欢迎 欢迎 好久不见 哈啰 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好 请坐二位 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и地立热疤 溢 worlfitbutuk covidul 一进来我觉得星巴已经亮了起来 然后 非常能自卉 我想这也是我们ですね 新年度的 course 我们的第一次跟你 blend with repa 好久不见了 对 我觉得其实RAIN 他给佩奈海这些年带来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无论是我们的视觉也好或者是视觉也好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 应该就是这个新年的一个限量版 还有情人节的一些特别的视频 我觉得宽总一定非常的对这些视频的拍摄技有心吧 对的对的那时候我们在一月份吧 然后拍摄了这个过年的一个新年的一个兔年的限量的一个作品 表带的作品然后呢还有我们情人节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些这个视频 对而且我觉得整个的那个兔年限量版的视频 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 我觉得就是热巴有一种又有点淘气 然后又很个性的感觉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那个视频拍摄的时候你自己的诠释 首先也是因为兔年 然后其次是感觉佩奈海的兔子应该是会更具有个性 更淘气然后会更有艺术气质一些 对对所以配合这个气质呢也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些表现 来配合我们的一些宣传片 对我觉得那一个真的我觉得 热巴真的那个小兔子非常的感觉活泼灵动的感觉 赋予了整个的佩奈海与众不同的一个全新的气质 是的对的 其实刚刚热巴说这个淘气 其实佩奈海本身呢也是一样 一直以这个淘气的方式在玩出很多自己品牌的一个特色 那也成为我们自己品牌呢非常鲜明的一个印记 那其实像这个热巴的这个理解跟演绎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对于角色的塑造 你既要有深刻的理解 又需要通过自己的这个表现力 让他展现出来他所提配的个性 那我觉得热巴这些年来也带给我们非常多有个性的 让大家记忆深刻的角色 而且我知道在去年还有一部这个剧叫做《公诉精英》 可不会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部剧中你又会有与众不同的哪一面 我在《公诉精英》中饰演的是检察官安妮 是一个一个聪明的一个女性 她用自己的机制和自己的聪慧和坏人斗智斗勇 这么一个角色 当时我在饰演的时候也会想到和佩奈海的一些契合的点 就像坚持突破 然后还有一些公务员的硬气 和佩奈海这种精神也是不谋而合的 听起来是一个正能量满满 同时又是一身正气的一个非常洒爽的一个角色 是的 所以我也开始佩戴佩奈海的一些中性的表款 让自己看起来会更加的帅气 会更加的有那种刚劲 会更加干脆一些 有力量感 对 其实今天热巴佩戴的是我们这次在2023年日内瓦钟表与奇迹钟表展上的 同步在国内揭幕的一个作品 这是我们雷德米尔这个40mm的红金腕表 型号是PM01026 热巴的佩戴上又展现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近风格 对 我觉得这款红金腕表在手腕上给人非常强的这种视觉的吸引力 热巴你自己戴上这款红金腕表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 我非常荣幸可以戴上最新款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这一款就是没有这个表冠的护桥 细节处和我之前佩戴的这个佩奈海的女表会更加古典一些 属于那种中性的感觉 对 混搭我今天的这个着装会更加帅气 对 我觉得真的就是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让人赏薰悦目的感觉 热巴真的说得非常的好 那这枚万表呢 其实传承了佩戴海的起源 那其实第一枚的佩戴海万表呢 就是这样子雷德米尔的一个设计 而不是有这个表冠户桥的 那这也是带上了这个当弹的一个 这个唤星的一个认证 是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现场陈列了一些 非常独特的佩戴海的万表 其实我觉得热巴也一定会一眼爱上他们 比方说我们最右边的那一款的 一二九二的万表 对 很好看 而且我也有去了解 从1860年佩戴海在佛罗伦在诞生 开始说起呢 由一系列的先锋创新开启的历史 1916年专利夜光雷德米尔的发明 开启了后续佩戴海为海下的这些世界 海下世界去探索海底世界的这些 朋友们制作的仪器和万表的故事 对 雷德米尔系列呢 可以说是佩戴海最古老的系列 有很深的意大利传统的印记和它的设计风格 来再给大家静静地看一下 是不是 是非常敬业的这个品牌 太美了 没有 我还没有说完哦 因此第一枚的这个万表 3646就是雷德米尔系列 所以呢 今年致敬的这一系列的经典的作品当中 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复古在线的特点 以独特的比例啊 线条啊 细节来呈现出 非常深厚的这个意识的优雅 没错 那既然热巴说到意识 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 意大利和佩戴海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佩戴海诞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那佛罗伦萨是什么地方 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文艺复兴带给我们 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进程的影响力来说 我觉得包括当时的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艺术家 包括思想家 还有科学家 还有那些在海上去探险的人们来说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佛罗伦萨 包括现在的佛罗伦萨 以至于折射到佩娜海当中给我们赋予的那一份勇往直前的精神 披风斩棘的精神 我觉得都是像一个丰厚的宝藏 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 有一种那种意识的优雅 它其实是蕴含一点艺术气息的 同时我觉得还是会给男生带来很多的力量感 那我这里就好奇了 对于热巴来说 你觉得意识的优雅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意识的优雅的理解 我觉得是一种特别丰富的一些构成 很多面很难用简单的言语去形容出来 哇 仿佛就是千言万语近在不眼中的感觉 而且呢 我觉得它其实确实 我觉得有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是需要我们自己用切身的精力 或者我们用每一寸的光阴去感受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而且呢 我觉得对于佩娜海来说 或者对于这种意识生活来说 它是一个整体 那作为一个整体 它就有平衡的艺术和科学 包括有一份追求理性的精美 而且要传递这种非常宏大的 有远见的见识 但同时呢 要让我们脚踏实地的着眼于眼前 用当代的这份意识美学的设计 而且呢 就是传递出来一份 非常简约质感的生活 是 是那种又有爱又理性主义 像咖啡给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喝完一口还有一些回味 对吧 女性戴上佩娜海 这个雷德米尔系列的外表之后 就会展现出这种意识优雅 应该是那种非常理性的 干脆的又丰富热情的 就是有一种勇者气概的感觉 没错 是的 是的 其实我刚刚听到两位在分享 这个意识的文化 我自己就有点汗言了 其实宽总对我发言 想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佩娜海的 它的整个DNA 其实是蕴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 这个意识的文化 那我们的第一枚的雷德米尔的一个设计呢 三六四六的一个设计 其实它就是诞生在意大利理性主义的一个时代 那这样子在当时的一个设计作品呢 必须要去彰显功能性跟实用性 所以当时为意大利皇家海军的定制的雷德米尔系列呢 本身也必须要能够去克服海下作业的这种严峻的一些条件 然后强调出它的一个实用跟功能性 所以我们看到雷德米尔的设计上面 它并没有很多花俏的一些装饰 而是在强调当时理性主义上面 强调本身在设计上的一个线条的美感 以及在表盘材质上纯粹的一个美感 所以这也呼应到了很多我们在表款设计上面的一些创作理念 我也能够感受到它散发出来那种运动的感觉 是古典优雅的运动感 对 就像我觉得佩奈海对于艾林浩的修复 让她可以在时光当中再度焕发出这种全新的力量感 并且再次地去参加古典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拼搏的赛事 我觉得都是佩奈海的这种有矛盾 但同时又非常和谐的一个统一的感觉 是 因为也跟其他的一些运动外表不一样的是 它很独特 与众不同 但是能够在这些简约的设计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力量 它的热爱 还有这些艺术性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表壳的这个造型啊 线条流畅啊 然后有一些略略见方的感觉 对吧 偏大的这些表盘 还有数字上的石标 包括像这个字体有一点古典的 圆润的这个感觉 白天的这个表盘会在光线下的这个照耀出 折射出来的这个光芒 黑暗中呢 它会有那种夜光亮起 就好像那种你的热情全部都呼之欲出了 对 我觉得就像热巴说的 平时我们可能佩戴起来温文尔雅 但当有光时就有力量涌动的感觉 所以说我认为这就是品牌文化积电的魅力 是啊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在现场看到的热巴手上 带着这个四十毫米的这个雷德米尔的 那它其实是用经典的一个元素呢 去唤醒新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新的设计感 那像我手上的雷德米尔的 Origin的这个表款呢 其实它就是更忠实的还原了当时在历史的一个表款的一个复刻的一个设计 那所以呢 从这个最古典 然后到现代美 其实在雷德米尔上面呢 其实都有从不同的角度呢 去展现这个表款的一个独特之处 对 我觉得宽总分享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这里呢就是要考一考热巴了 因为我知道其实热巴对佩奈海非常的了解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表明朋友分享一下 佩奈海的四个系列之间的关联 或者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想要了解我们佩奈海的四大系列 其实是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要认一下佩奈海标志性的表冠户桥 也就是小耳朵 那我今天手上佩戴的这一枚呢 就是唯一没有户桥的系列 也是历史上最早诞生于1935年的雷德米尔系列 它的名字是来源于这个居里夫人发现的雷元素 我觉得热巴真的对我们这个佩奈海的每个系列的来源和历史 真的是津津乐道 信手拈来的感觉 那我觉得接下来难题就抛给了我们的宽总 热巴都这么了解 关于1935年的历史 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多分享一些 好的 其实当时在这个最早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运用了居里夫人发现这个雷的元素呢 然后呢 作为这个军事仪器的一个夜光的图层 所以呢 当时我们帮意大利皇帝海军呢 做了很多的军事仪器 像是这个制备针 还有呢 这个深度计 都是作为他们这个海军挖人部队呢 所使用的一个在深海底下的一个器材 因为这个雷的元素它可以不需要吸光 就可以放射光芒 所以呢 它在深海底下作业 就会可以看得到非常清楚的这些指针标记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在1935年之前 还没有做手表之前的一个雷的一个这个由来 那到了1935年因为皇家海军呢 它需要这个我们开始提供这个手表 作为军用腕表的使用 所以呢 我们才开始研发出了第一款 就是约巴手上所带的这个雷德米尔系列 是没有护桥的一个系列 它也是佩纳海最延伸的一个设计 所以其实雷德米尔系列的这个系列的中文名 也呼应了整个雷德米尔系列的万表的一个由来的历史 而且我听完宽总的介绍 我觉得真的首先有了光 然后有了佩纳海 有了光成就了如今的佩纳海 所以这样的一份超强夜光 在我们的每一个哪怕是黑暗的环境当中 或者是水下这样的严苛环境当中 佩纳海都可以为我们保驾护航 就是因为有这份1935年的雷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光亮 所诞生出来的那一点光亮 然后照亮我们现在佩纳海的制表之路 是的 所以在后来的1950年呢 佩纳海为了加强这个系列的防水性 又增加了这个小耳朵 同时也更新了万表的夜光涂层 于是就诞生了我们如今非常热销的卢米诺系列 这就是佩纳海最经典的两个外形 佩纳海又将卢米诺系列中适合专业潜水人士的表款 单独制成了这一款 潜行系列 也就是有这个旋转的这个表圈的 对 我觉得这两款万表 其实它在外形上 其实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除了这个旋转表圈 可能更加适合我们在潜水的时候 做一个倒计时的使用 或者是说对于我们日常的一些计时上 有一些非常实在使用的功能 而且我自己人生拥有的第一款佩纳海 就是卢米诺系列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卢米诺的护桥 而且这个护桥它又进一步地加固了 我们整个万表的防水性能 在这里我还是想听宽总 多给我们聊一聊 关于这个护桥的故事 和卢米诺的一些全新的延展 对的 其实当时最早我们刚看到 是没有护桥的装置 但是为了要符合皇家海军 这种坚固耐用的一个特性 以及必须要能够做 非常好的一个防水功能处理 所以佩纳海家族就发明了 这个表冠护桥的一个设计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 它透过一个杠杆的原理 它可以将这个表冠护桥 跟表格做更紧接的一个密合 这也为什么它可以增加防水功能性 到非常好的一个标准 所以在我们所有像这种 卢米诺系列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有一百米以上的防水 所以你带它去游泳 或者是从事简单的日常的一些 生活上的防水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对于潜行系列来说 它的防水性应该是 更加可以浅到更深的地方 对的 我们的每一款潜行系列的腕表 都是三百米的一个防水 所以它是作为一个 真正可以作为潜水腕表的 一个使用用途 包含刚刚热巴提到的 一个单向旋转即使表圈 它就是可以用来在早期 这种电子腕表 还没有这么盛行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氧气瓶的一个时间 就是靠单向旋转即使表圈来即使 所以当时 一个氧气瓶大概是二十分钟 所以你可以从外圈的刻度 很容易去辨别 你的氧气瓶还剩下多少时间 对 其实在为我们水下的潜水员提供了 更多一种的这样的一份 生命安危的一个保障 就是一个倒计时的功能 我自己真的就是掏心掏肺的跟大家说 我之所以喜欢佩奈海的第一眼的原因 就是它的这个护桥 而且当时我对手表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 我看到了佩奈海的这个 鲁敏诺系列的这个护桥的时候 我就想说手表的设计 怎么可以有这么大胆 而且有这么精密的感觉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 人生第一款佩奈海的腕表 就是卢敏诺系列的一个表款 那刚刚呢 我也就是自说自话地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佩奈海的腕表 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时间给到这个热搬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佩奈海近几年来的一个 全新的当代的制表设计 是的 就是我手上这一款 更薄更都市化的卢敏诺多尔系列 这是一个女表的系列 也是我之前在很多的一些场合 大家都有看我佩戴过 这个表真的非常的鲜薄和好看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佩戴在万间呢 这个系列也是可以 其实不仅是女生戴 我觉得男生戴也会非常的意义生辉 对 其实刚刚透过我们 这么多的一个介绍 那其实回过头来 我们其实做一个总结 佩奈海的这个四大系列呢 其实是传承了这个 同样的一个品牌的精神 但是我们是依据 这个不同的一个需求跟功能性呢 我们演变有不同的一个表款的一个设计 好像Redmere就最早是现行表尔 它比较古典的设计 没有表冠户桥 那用为这个最早的一个 这个当时理性主义所设计的一个 美学的一个表现 那再来呢 因为这个军事用表的一个需求 我们必须增加它的这个坚固耐用 以及防水特性 所以我们创设了这个一体式的表尔 以及增加了表冠户桥的一个 独家专利的一个技术 那针对这个Semesbo呢 也是因为潜水万表的一个独特的功能性 所以我们有刚刚解释过 单向旋转机器表圈的一个设计功能 那最后Dway呢 其实它就是相较性比较轻薄 适合年轻时尚 然后能够搭配出各种不同的 穿衣风格的一个 时尚性的一个代表的款式 没错 所以呢对于选择佩奈海的朋友 有稍有顾虑的呢 可以通过刚才我们的热巴和宽总的介绍 找到一款适合你手腕的腕表 当然呢如果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你更喜欢的是哪一款腕表 或者哪一个系列呢 也可以打在屏幕上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所以我听完二位的分享 我有一个感受就是 其实通常喜欢复古风格的 或者更加注重艺术感的朋友呢 可能会选择的是雷德米尔系列 因为它非常的有复古典雅的气质 同时呢如果要是搭配休闲运动 或者是混搭正装的这个健身的人群 其实我觉得可以选择的是卢米诺系列 而且呢对于那些喜欢户外也好 冒险也好 就是潜水的这些朋友 可以选择的是佩奈海的潜行系列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都市生活当中 卢米诺杜尔 我觉得是万间最好的亮点诠释 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有 会有很多的精彩的表款 给大家来在实际的这种场景当中 在实际场景当中 有热巴和宽总的诠释 来为大家全新的感受佩奈海的一些经典作品 在这些手腕上的不同的光芒 首先呢我们会分享给各位的是几款 雷德米尔四炒米系列的 就像热巴手上的这个1026 这款腕表就热巴除了今天会配戴 平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着装搭配的心得 或者什么场合还可以用来诠释 我觉得其实平时比如说像是去见朋友啊 或者说是像今天这样就是有许久没见的朋友 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正式的直播场合 我觉得都可以去佩戴这一款表 它是不分一些就是固定的一些地方 只要是你现在想要佩戴它 你就可以拥有 对 我觉得这句话好有感染力 只要想佩戴它我就可以拥有 不知道此时此刻 我没有这个荣幸可以拥有它感受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在德巴的这个手腕上 随着这个光线的流转所折射出的这种光芒 是非常的有灵动气韵的感觉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整个的表盘是采用了一个太阳放射纹的设计 太阳放射纹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让看似我们相对来说 比较平整的一个表盘 在不同的光线下可以折射出来完全不同的光芒 而且就像我们一开始直播所分享的 对于一款高级指表来说 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腕表 我们首先要看看它的表背是怎么样的 因为如果一款腕表的机芯 它的做工够一丝不苟 够精致够细腻 就代表着这款腕表 整个的匠心和它整个打磨工艺的功力所在 所以我觉得这款腕表的机芯 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有佩戴海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设计 而且呢也有佩戴海的OP的logo在上面 也就是我们的上指天空下指海洋的这样一份 非常意气风发的感觉 而且这个机芯 我觉得宽总是不是也有一些要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对的 其实这款机芯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自动的摆脱 也就是它是一个自动上链的机芯 这款机芯是搭载我们佩戴海的P900的一个机芯 那这个机芯它是有三天的自动上链 所以其实你平常只要有在佩戴的状态下呢 基本上你都不需要再去做额外上链的一个动作 它就可以延续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储存 是的 我觉得这个三天无药 72小时 其实就是过一个周末 我把它放在桌子上 我周一去佩戴它去上班 也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 这其实是给到我们很多腕表佩戴者 而且那些懒得上弦的朋友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而且这款腕表呢 就是我也非常热巴戴过的 我也想戴在我的手腕上感受一下 它确实是除了女生戴起来很好看之外 我觉得男生戴也是OK的 现在也很流行这种男表女搭 或者是这种中性表款的一个风格 对 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 并且可以驾驭得了的表款 我觉得它其实不分性别 也不会分 只要你自己喜欢 一切都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我也常常有朋友在问我说 买表到底要买哪一款 我其实常常就告诉他们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喜欢 因为你每天要佩戴它 如果今天你可能是为了追捧 去购买一些腕表的话 有的时候其实反而失去了 你在购买自己喜欢腕表 可以每天作为一个穿搭搭配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 是的 我觉得真的一个好的腕表 绝对是整身的亮点 既然我今天就是非常的不礼貌地 把热巴手上的这款腕表 抢到了自己手里 我也不能亏待它 对吧 我觉得在现在的表盘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有浓艳的 红色腕带的这款腕表 是我们的1292 应该就是兔年的这样的一个限定款 我们请热巴再次的在现场 给各位诠释一下这个 非常有灵动的大气的这款腕表 对我看到热巴在广告片里面带这一款 其实整体的风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雅 跟一个非常又能够优雅 又能够代替这种女性自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对这款就是兔年新年的这个限定的表带款 更换了这种亮红色的表带之后 它鲜亮了很多 和之前那种金表同样的表盘 大家也可以看到 更换了银色表壳配色之后低调了很多 但是搭配这种鲜亮的这种红色的皮带呢 就会有一种别样的魅力 就好像一些女生她可能涂着那种大红唇 对吧 远远的一看就会觉得 哇 你很惊艳 对 对 我会搭配一些 其实像比较正式一点的衣服 像我今天穿的这个叫什么颜色 这应该是比较麻一点的土色吧 带地色系 带地色系 也有很帅气的感觉 对 而且其实我知道佩南海对于中国来说 对于中国的表迷来说 它都是非常友善的 而且包括前几年会推出这个生肖万表 那今年是中国的这个兔年 兔年佩南海特别选择了这样的一款 大红红艳色表带的这个万表 由热巴来给各位做诠释 我想问一下宽总 今年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表款 来和我们的中国兔年做一个关联的 其实我觉得过年 就是一个很热闹 很欢喜的一个感觉 那红色呢 其实又是代表这样子一个很热情 很奔放的一个活力的颜色 所以我们认为它跟兔年 这样在一个年节气氛 作为一个搭配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 其实佩南海的手表呢 我们常在说 它常常是换了一个表带 就换了一个表的感觉 那这也是玩佩南海 就像刚刚我们讲到淘气 这个事情 其实玩佩南海的手表 为什么可以很淘气 就是因为你换了一个表带 它就有不同的风貌 就像我现在手上呢 拿的这一款呢 其实跟配跟热巴的是同一个款式 但是呢 完全不一样看起来 对的 但是我搭配的是一个这个 原配的一个黑棕色的一个深棕色的一个表带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戴在手上呢 就非常的绅士优雅的一个设计的感觉 就完全像是另外一块新表一样 是 对 我觉得两位就有一个非常好的 要鸡拳的这样的一个 要有好的鸡拳的手态 而且我确实觉得 这两款腕表搭配不同的表带 看上去确实是像宽总说的 完全不同的风貌 我觉得佩南海是有这个资本 去做这件事情 它可以通过一个壳形 一个设计 只是通过表带的颜色的变化 就可以非常淘气顽皮 韧性地诠释出来 与众不同的一份万间气质 我觉得佩南海做到了 而且我觉得今天像这样的表款 其实在现场还有很多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1293和1294 也是两款非常match在一起的手表 我们也请热巴给大家 来展示一下这两款万表 那其实今天热巴是我们的一个 现场指导老师 我们每一款的这个佩南海万表 我们都希望热巴给大家 多分享分享 它在这个职场当中 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该怎么样来搭配 像我平时如果是要穿一些 比较正式的正装 或者说是有一些工作 需要冲洗一些比较 就是一些大的一些活动的时候 那如果像那种套装类型的话 会搭配这一款的黑盘的1294 感觉会非常有力量感 就是你的力量 是从你的万间开始算发出来的 有力量 对 如果说是平时可能会穿一些 比较宽松的毛衣 或者说是牛仔 就比较休闲的一些衣服的话 会选择帅气的蓝牌1293 这款系列非常的薄 很贴手 中性款戴上会有一种松弛 又很自在的感觉 而且蓝面 其实它也是配搭海最经典的一个颜色 所以在我们很多的选择上面来讲 它又跟海洋的连结性是更强烈的 那当然除了刚刚热巴所讲的 就像是它上手会有很自在的感觉 我想可能这也是 戴上去以后就感受到一个大海的拥抱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开朗 跟非常的自在 感觉一个手表可以做一个star的感觉 是不是戴上手表就感觉的 我就平静 然后会有一种静谜的感觉 好那今天既然热巴来到现场 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它 接下来呢 就是热巴诠释佩奈海万表的时间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请热巴呢 再帮我们戴上 这个它最喜欢的这个 鲁明诺杜尔的这个系列 这也是它之前常常做 生活穿搭的一个 很适合的一个款式 包含它太阳放射纹的一个面盘 其实它可以呈现出很多不同层次 因为光线的折射 所以在这个面盘上面来讲 它也会有一个非常 这个中性的感觉 但是呢又非常的 这个力量感的一个设计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表盘颜色 跟热巴的这个整个look的 这个色调也很接近 对吧 就其实都是同样的这种 红色体表带 但是两款上手后的 这种搭配的感觉不同 就会让这种女性硬朗 又优雅的 这种力量感 更加展现得更加好 然后还有就是有那种 帅气的洒脱的酷洒感 对吧 对的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个1292的一个款式 搭配红的这个表带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跟1248呢 其实目前两个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比较这个硬朗 休闲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呢 又是比较这种 稍微更比较优雅一点点 的一个诠释 对 我觉得这也是 佩奈海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 就比方说 它的不同的系列 然后混搭在一起 看起来也非常的 登对和 match 我觉得这两款万表 其实也是可以凑成 无论是情侣对表也好 或者是闺蜜的对表也好 或者是男生之间的 这种朋友的对表也好 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合适的一个配搭 而且呢 我觉得整个在我们放眼望去的 这一些佩奈海精彩的作品当中 我们要接下来的这一题目 我觉得应该应景一点 因为毕竟现在是三月末嘛 就是已经到了这个 我们可以去踏青的一个季节了 大家一定要走出户外 多走一走 那如果今天我要想到户外去走一走 请热巴为我们选择一块 适合在户外佩戴的佩奈海腕表 因为也是快要到春天了 就会想要画一种 比较明亮一点点的这种 对 对 这种表带 那我现在选的是这款1306 1306呢 它就是属于那种运动感非常的足 搭配一些休闲装啊 运动装啊 尤其是在这种春夏 就会特别的清新 而且你就搭配一些 比如说你今天要跟朋友去爬山啊 或者去散步啊 对吧 或者你要去运动啊 这些我觉得就能够展现出 你的这种纯粹的热情和勇气 对 而且这个白色的表带 衬的这个整个的手腕的皮肤 也非常的白皙 而且看起来很提亮 就是它有一种 为腕肩手腕的肤色提亮的 这种功能在 对的 而且它这个表带呢 设计是非常特别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一个 红色的线条 上面写了Lina Rosa 那Lina Rosa其实就是呢 意大利的这个 美洲杯帆船赛的舰队 那佩奈海呢 也是作为其中一个赞助商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像有些fashion的品牌 他们也有这个 Lina Rosa的这个collection 那我们也是呢 作为一个这个 很好的一个穿搭的一个搭配 能够代表一个运动 这种有活力热情的一个风格 没错 我觉得 其实佩奈海一直都非常尊重 自家的历史 并且将自家的历史 在这个世代发扬光大 并且还是通过一段段的赛事合作 充分体现着我们 佩奈海对于竞速方面 对于驾驭风浪方面的这份果感 和对于自己的制表记忆的自信 那当然呢 我觉得 我们也不能总考热巴 我们也要现场考一下宽总 对不对 那我们也给宽总出一道题目 就是和这一款万表 如果要搭一款 情侣对表也好 或者说一个合适的对表款式的话 您会挑哪一款 我会选择的是我们的潜行系列的 这个44mm的1226 对我可以戴一下 因为呢 这一款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运动风格的一个款式 那它也是我们在去年的新推出的一个款式 然后呢 它是 44mm 以前的潜行系列呢 基本上它都是坐在47的一个尺寸上 那44mm呢 它相对性呢 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一个手腕 那它所强调出来 就是一个非常运动 然后非常这种 有这个满满的这个荷尔蒙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我觉得跟热巴手上的这个1306呢 其实搭起来是非常非常能够去做一个match的 而且它也是一个这个白色面盘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非常地看起来非常地轻松活力的感觉 我觉得飞大海的潜行系列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清爽 而且它这个白面盘配合上它的这种点状的石标 还有超强的夜光性 包括我们非常给潜水者一份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单向旋转的表圈 再加上它非常独特的这个 可以说是橄榄绿色的一个橡胶表带 我觉得整个就焕发出来的这种 像宽总说的青春洋溢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应该要出去挑战风浪 去享受户外的阳光 走出去的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配色也很好 对 因为这个配色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关注 其实在这个款式我们在推出之后呢 也其实缺货了很久一段时间 因为其实受到很多表迷朋友的一个喜好跟青睐 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呢非常畅销的一个款式 在我们的这个潜行系列来说 对所以听起来又是一份满满的自信和骄傲呢 就是希望我们今年喜欢这款万表的朋友都可以拥有到这一款万表 去年的中秋节就是我们在上海恒隆做了一个特别的艺术装置 由热巴来点亮它 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人生过的最闪耀的一个中秋节吧 到目前为止 因为它整个就产生了一种海上声明乐的感觉 而且当天所发布的那一款月像万表 我觉得由热巴诠释的也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呢我还是想满足一下我自己的私心 可不可以请热巴在现场的诠释一下 当时我们发布的这一款万表 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1180 月像让万表更精致 可以通过这种月像功能出探复杂功能 然后通过这枚万表感受到佩那海的创新和突破精神 而且它这个粉色的这个万代就真的很可爱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款粉色的万代 非常的春夏 搭配的这些配色呢 也展示出了外表非常的这种粉嫩 又有点就是春天来了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看美丽的花啊这种感觉 结合的功能又显示内在非常有思想 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性的这种形象 对我觉得其实佩那海通过自己的制表工艺和配色 充分展示了佩那海对女性的智慧和品位 而且呢了解佩那海在高级复杂功能制表领域的一份造语之后呢 佩戴这个月向万表尤其是佩那海对象万表的女生 都会让人想多多的了解她一下 或者说这个手表非常的特别 对我觉得呢 对我觉得呢 月向的1181啊 其实跟我们有另外一款也是非常非常match的一个 这个搭配哦 就是我们的卢明乐杜尔的这个42mm的这个1336 那这两个呢 其实都是一个 这个红金的一个搭配哦 那红金的款式呢 其实像热巴之前也带过的 就是我们的1181 那其实在这一款呢 其实跟1180呢 在材质上面呢 是有一个这个 不同的一个呈现的感觉 对我觉得热巴很幸福 还有哪款佩戴海是热巴没有戴过的呢 每一个作品 热巴都把它这个戴在手腕上去诠释 并且当佩戴海的这份特质所放大 是的 尤其是像平时的话 我自己和一些礼服的搭配呢 会更加增加一些 就是优雅又很硬朗的这种气质 低调光芒的造型法宝就在这里了 哇 这句话大家要画重点 要记住了低调光芒的造型法宝 而且我觉得它说的是对的 你看我们刚才不同的表带的这种变化 像现在我们只换了一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表带 整个跟今天 它穿的是同一件look 但是这个表带的颜色 像整个的这个造型看起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气质 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女性是喜欢佩戴珠宝的 我觉得选到一款好的腕表 其实也是万间的最好的一个装饰 而且呢我觉得去年啊 就有一个非常就是热巴佩戴了我们佩戴海的腕表 就产生了一个女霸总的这么一个梗 你对于这个女霸总的这个标配和佩戴海 说你是这个佩戴了佩戴海之后 就变成化身女霸总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是觉得不同的风格的佩戴海系列 都可以展现出女生这种内心的力量感的一面 又是那种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 可以是运动的 裤下的 运朗的 优雅的 也可以是中性帅气 当然也可以是非常霸气的 对 对 从研究佩戴海的历史和文化当中 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我们品牌的不断创新 不断精进专业能力的部分 这些都是佩戴海呈现出的这种个性和力量的源头 我觉得这个不单单只是指造型而已 对 它其实是一种内心力量的绽放 和内心的折射 对 其实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带佩戴海的女生 我们想呈现的一个态度 就是一种 why not的姿态 那不单单只是要去挑战自己 内心的一个世界 然后勇敢地去 接受世界的一个新的挑战之外 也是一种生活的一个态度 因为我们要正向地能够去 往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目标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前进 而且像刚才我们也有讲到 我们的这种 这个前行系列的这个外面 我就很想试戴一下 因为好像之前没有试戴 对吧 然后试戴完之后 我觉得我应该也会立马就骗一下 其实是可以的 立马就可以换一种风格了 对 这款其实是42mm的前行系列 对 然后是我们的2209 那42的这个尺寸 我相信对于热霸来讲 就会更适合 而且在这个尺寸当中 也比较特别 它还是一个特殊的限量款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颜色上面 也是做得跟我们一般的前行 是不太一样的 除了它是一个蓝色 一个深优的蓝色的 一个色调之外 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圈 它是一个陶瓷的蓝色的外圈 作为一个单下绝缓 即使表圈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搭配跟设计 其实更能够 蕴含出一个跟海洋的一个连结 就像你讲的 如果去户外运动 去水上运动 其实配戴潜行万表 是最适合的 正好 我最近很想去试一下 那个冲浪 我觉得就可以戴上它 对 可以的 我们之前也做过 微波冲浪的活动 然后很多也是 这种女霸主 也是带着我们的 这个潜行系列 然后再跟我们一起 在玩 下次有这种活动 可不可以邀请热霸和我一起 我们一起戴着潜行系列 对 很想感受一下 这种冲浪的魅力 以及佩奈海在冲浪当中 带给我们的 这一份从容的衣服 那若巴自己 佩戴了这款外表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感受 我就觉得 我好像 就是整体就感觉 换了一个造型 就是换了那种风格 仿佛我的衣服 都好像是换了 另外一种感觉 对 我觉得如果刚才 因为我们也会 拍一些出发图嘛 如果说是刚才 我有去戴这一款 那我应该就是 会换一种 拍照的风格了 刚才是有点 就是优雅的 那种意识风格 那我现在可能 就会是那种 比较酷的那种 很酷的那种感觉 我们可以等 宽总邀请我们 去韦伯冲浪的时候 再补几张 这个星期的系列 给大家一些 更多的美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 热霸对佩戴海的 女表的搭配和认知 也真的是 非常的深刻和了解了 那如果热霸 为男生来选 万表 为男士来选 万表的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么快就给 热霸一个新的挑战 我觉得热霸刚刚介绍完 就是很忙碌的感觉 对 现在其实我们桌子上 已经摆好了 我们的这些系列 都是经典款的一些系列 我来跟大家 来分类一下 就是有我们的这种旋转的 表圈的是浅行系列 对 在这里 哦 要举起来 哦 要举起来是不是 大家看不到 哦 要举起来是不是 全讲表签 就是这个浅行系列 有这种表冠户桥的呢 哦 就这里 有我们的这种表冠户桥 的这一款 就是鲁米诺系列 嗯 薄的呢 这个 哎 谢谢 在这里 那薄的呢 就是鲁米诺多尔系列 没有大耳朵的呢 就是我们的雷德米尔系列 如果是要给我爸爸挑一款的话 我会选择这一款 对 也是刚才坤总手上带的那一款 雷德米尔系列 对的雷德米尔系列的1347 因为我爸爸平时的话 他会怎么说呢 他有的时候会穿的比较休闲 但是更多时候是那种 很 也不是非常正 但是是那种休闲中带一点正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就是爸爸背的 又爸对自己的父亲 进入了一个思考 在想爸爸自己倒比 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对 因为之前 其实我也有在一次直播中 也有说过我爸爸以前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有给我看过 他的一款手表 那时候我对他手表 很感兴趣 但是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品牌啊 什么的 但是我就记得我爸爸 戴那款手表很久很久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给他 换这一款雷米 这个雷德米尔系列的1347的话 他应该也会戴很久很久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 应该会非常适合长辈配戴 因为他的这个颜色 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那种非常沉稳的颜色 那长辈他有的时候 也不会穿特别 就是艳的大红大绿的这种 所以说我爸爸的话 他平时穿这些 比较接大地色系的一些衣服 搭配这一款会非常的好看 显得整个人就很 就沉得住气 对 我其实觉得这款外表 整个就是代表着 佩奈海历史主义 对于每个佩戴者来说 他其实在我们的万间 还会折射出那一份 属于时光历练的沉稳 或者是睿智 或者是那一份大气的感觉 我觉得这款外表 都通过配色和功能 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搭配 所以我们的热巴为自己的父亲 选择的是这一款 1347万表是非常适合 为我们这样的一个 可以代表男性的沉淀感 锐质 或者接受时光的一些洗礼 所散发出来的这一份 男士的精致的感觉 是完美的诠释的 而且我觉得热巴非常有眼光 这一款其实这也是 我们今年的最新款 那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刚刚讲到 有这个历史感 是因为他整个表壳的一个设计 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有做一个 刷臼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是一个 环保不锈钢的材质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 Bernetto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在他的表壳上 有电镀一个PPD 再用打磨的一个方式 打磨出这种复刻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感觉 所以他这也是 佩奈海在第一次使用 在表壳技术上的一个 非常突破的一个技术 那也可以呈现出 Ladermere这个复刻 然后这种复古的一个 设计的历史感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 佩奈海一直除了在制表之外 他有那种意识生活的 文艺与浪漫的感觉 我觉得佩奈海一直在 还原时光本身 其实我们都在说 时间我们看不到抓不着 但是佩奈海就是通过 不同的工艺的打磨 包括不同材质的选取 就是让我们非常真切的 时刻的可以感受到 这份时光演变 带给我们的 不同的时间的节奏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要继续考到热吧 就是现在呢 离我们的教师节呢 也不远了 大概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如果要为半年后的 教师节给自己的老师 或者说给你人生当中 对你有非常影响意义 重大的一位师长 来选择一款万表的话 你会选择的是哪一款 我会 宽总手上带来这一款 今天就要从不停 宽总手上带一款 宽总带上哪一个 我就说我要送这个 然后全都拿走 就是这一款1350 我觉得送给老师 一看就会觉得 这个老师 就是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人 然后也会让人有一种 非常聪明 非常睿智的感觉 对 是 所以真的宽总你的眼光 就是 对 因为我很喜欢这一款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的面盘的设计 它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 这个制表的技术当中 所有的表盘 都是用铝的一个材质 那铝的材质呢 其实经过的时间的 一个洗礼之后 它会慢慢慢慢地褪色 然后呢 所以我们为了要去复刻 这样子的一个质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淡色的 一个米色系的设计之外 它还有这种复刻 守旧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也是我们 其实在很多细节上面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 佩南海的手表 我觉得都长一样 可是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 你会发现 每一个细节上面 其实都是不一样 这就是佩南海 我们在意大利的 这个美学设计上面的 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独特的一个突破 对的 我觉得 今天其实我就一直在问热巴 就是我觉得 宽总也给热巴出几道题 总是我一个人 在提问 我觉得如果是男生佩戴 那如果 热巴觉得我们主持人 陈飞老师 你觉得他适合佩戴 什么样子的意外 你会被吐到了 吐到新疤 你总不能一直抢热巴的表 去戴吧 我觉得 我会选择这两款 对 因为蓝色的这一枚 就会比较的圆润 简单 非常适合就是 非常内运非常深厚的人 对 我觉得你平时应该也会有一些 就是运动和健身的习惯 对 那么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时尚的气息 和表冠护桥的这种卢米诺 会非常的配 这一款 好 然后 如果说还要再选一款的话 那我会选择这一款 就是黑色的这个 配男孩的这个系列 搭配黑色的这种高领衫 哎 巧了 我今天穿着黑色高领衫 要不然你是再给我选 它的这种表壳 会让这种气场会更加厉害一些 就会有气场全出的感觉 不弄自威的那种 是 我从热巴替我选了 就能看出来 它对佩南海的热爱 你一定是带给我选了 选了选了 选了选了 选了选了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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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了选了选自己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热巴 特别为我选择的 这一款蓝色盘面的 这款腕表呢 佩戴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哎 真的 和我今天整个的 这个衣服也很配的 嗯 就有一种很跳很不同 因为它是太阳放射纹 对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在光线的折射下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纹理 嗯 然后呢 更有这个时尚的一个感觉 的气息 对 你说我 我刚才给你选了两个 就给坤总选了一个 他可能会不开心 哎 一般只关的 要这么开心 我再给坤总选一个 就是这个1336 因为见到坤总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般 它经常会跟我一起去出席 我们的一些品牌活动 那我觉得这款金兰 会特别的适合 嗯 这一款 那我再来一款 带一下 怎么样 可以可以 今天就是大家 就是你有我有 全都有 就是一个 全大欢喜的 全都带走 而且坤总他平时 也会很喜欢运动 嗯 对 那么我觉得这一款呢 去带着去运动啊 潜水探险啊 都是特别配的 其实今天穿的这种正装 我觉得也很适合 带这一款 对 我可以 我可以带一下 看一下 因为我自己平常 其实就算穿正装的时候呢 我也是会选择 带 带比较大气一点的 感觉的手表 像走到办公室 比较杀气 对 同志们听的场外 是不是有一些色色发生 对 如果没有关系 我们每一位 应该都佩戴是配奶奶 就可以反弹 对 把这份杀气反弹 员工都会看 今天带哪一款表 哎 运动 对 没过去 对 所以用代表来代表 是心情这样子 对 对的 那其实 现在我们刚才 选的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这款绿色的 我就自己收下了 原来刚才那么多 铺垫都是为了 自己最后又是 囊中收纳一块 没有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 这款颜色也很特别 因为表盘也不是 特别的大 我觉得我可以带 因为我很喜欢它这种 比较浓郁的这种绿色 对吧 大家能看得清吗 在镜头里面 表达的这种深绿配合 这种表盘的真绿色 是非常有层次感的 我觉得热巴真的非常非常有眼光 它挑出来的款式呢 真的都是非常独特的 你看刚刚它挑了一个 这个潜行系列的限量版 对 它现在挑了一个 卢米诺的系列的一个限量版 那这一款呢 它其实是 热巴真的很厉害 就是怕这外面 是不是不容易买到 然后赶紧去现场 就立刻把它挑走 今天因为很难得 可以见到这么全的嘛 所以就说赶紧就挑了 对 因为这款它其实是 线上独卖的一个款式 然后呢 这是我们推出的 这个绿盘的一个代表作作品 那它其实的尺寸呢 就像刚刚热巴说的 好像看起来表盘不是那么大 的确 它是我们40毫米的 卢米诺系列 所以呢 其实它不管 它所以相对性来讲呢 我自己觉得是 更中性一点的款式 不管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都可以戴 那戴起来呢 其实像热巴今天 穿这种大地色 其实跟绿色 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对 是有那种很春天的感觉 有种万物复苏的感觉 但是又很 怎么说呢 我自己戴上 我又觉得自己很成熟了 就是整个人都变得气质 就很成熟 就气场来了 是不是就有一种 就让人就是瑟瑟发抖的 对 而且刚才戴上这个手表的时候 自己情报心地发出了 哟 我不让我们现场的 收看直播的朋友 没有听到 因为我觉得 他自己背这款漫表 就是有一个精神 真的很好 对 而且绿色 其实又是现在很时尚 很流行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代言人 真的非常厉害 对我们配的海作品 了解到 让我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惊讶 主要是因为全都享有 就立马做好功课 对 我觉得热巴今天应该是 做足了功课来到现场 专挑限量版 然后就是 给我选表的时候 给宽总选表的时候 选择选择 就变成给自己选表 最后总之就是 每一款配奶海 我觉得热巴 都是非常喜欢的 是的 对那其实今天时间 也过得非常的快 然后一转眼 也到了我们差不多 尾声的一个时候 那其实今天也非常 谢谢两位的出席 那经过今天的品牌的讲解 那身为品牌的同事来说 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反而 从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来解读佩娜海 那也给喜欢佩娜海的这些 表明朋友们 能够有更多不同新的一些想法 跟对品牌的认识 所以我也谢谢 非常谢谢各位 那我不晓得 这个观看直播的 这些观众朋友们 对佩娜海 有没有更深入的一些 认识与了解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 每一个人认识佩娜海 可能就是从不经意的一眼 或者是从朋友的口中介绍 或者是自己走到表店中 配到手腕上的那一刻 我们都爱上了佩娜海 其实对于佩娜海来说 我觉得它不仅是 有深刻的历史 像源于意大利海军特种部队的 这样的一个硬汉表 有爆棚的荷尔蒙 它其实在整个的贯穿的历史当中来说 它始终保持着一份创新度 它始终保持着大胆前行 创新无味的这样的一份精神 而且始终在每一个时代里 都能散发出 属于佩娜海 自己独特的光芒 无论是在过去 还是在现在 我觉得每一枚佩娜海的作品 都仿佛是一个连通时间的容器 它让我们可以时刻地感受到 这份来自佛罗伦萨 来自瑞士精密制表的 这样的一个制表品牌 所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份信赖感 它有光 而佩娜海的这份光 就代表我们穿梭了百年的历史 那我就又要问为什么 那我觉得 其实今天热拜给我们分享了很多 关于佩娜海的一些表款上的了解 那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你对佩娜海这三个字 有什么样的理解 我是从佩娜海扣散女生 无畏挑战 自佩光芒开始认识到佩娜海的 了解之后发现既硬朗又优雅 是它独特的风格 有女性的这种优雅的特质 但又有那种女英雄般的气场和勇气 对 其实我觉得 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聊 其实佩娜海这么多不同的款式 那大家最认得的就是 大表盘经典的护桥 那其实借由这一次 我们在2023年 日内瓦中表与奇迹上 所展出的这个全新的 雷德米尔的这个作品当中 其实也给到大家一个 对于复古的一个回缩之旅 那也对佩娜海在意大利 这个深厚文化底蕴下 成长起来的一个 这样专业制表的品牌 也有更多的了解与认识 是的 大家肯定也会了解到 佩娜海独特个性的由来 是他就是刻在DNA中的创新精神 没错 是的 因为这也是佩娜海一直在坚持 在制表的一个道路 创新其实一直是我们很重要 去推动在表界 然后在我们自己高端制表的领域上 不断地建立起一个鲜明的一个个性 以及借由瑞士制表的技术 能够在全球当中 成为一个家喻户晓 以及非常受到各个表迷朋友们 喜爱的一个中表品牌 那佩娜海外表呢 不仅是一个自己个性的一个表达 其实也是对自己内心力量 共鸣的一种认同 是的 我觉得其实喜欢佩娜海的朋友 肯定都非常认同 佩娜海所展现出来的这一份理念 和独特的品牌个性 而且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说的 如果在路上碰到一个 佩娜海的朋友 你一定会多看他良言 想了解他一下 你也会觉得说 这个人很独特很有品味 所以我觉得佩娜海 能够给我们的远远 是超出一枚万表能够给我 很多人都说仪表会有 所以我们这种喜欢佩娜海的朋友 其实大家就像我们之前在讲的 可能互相看一下对方的表 其实就已经心里面 彼此对对方会有一种认同的感觉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 三本佩娜海的笔记本 那上面分别都有一句配饰宣言 那我们也请两位来选一下 那你们最想跟佩娜海的表明朋友们 分享的是哪一个 作为今天直播间的一个特别的惊喜 好的 那我们就热巴你先来选一个 对 我们每一个笔记本里都有一句不一样的 独特个性热血而生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热巴 把刚才这一句话也签在这个本上 给我们作为留念好不好 好的 这个热巴签名的本子 也将会作为我们的一个 直播间的一个特别的福利 要给到持续守候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如果你想获得由我们 现场三位嘉宾签名的 佩娜海的笔记本 也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的 佩娜海品牌服务大使 他将告诉您如何获取这一份 精美而独特的礼物 也希望您可以获得这一份幸运 我相信这是今天我们不仅是 对于日内娃表展同步的一个 特别的呈现 也是我们佩娜海 对于我们所有的表迷的一个 特别的心意 好 那我选到的这一本呢 是打破边界 然后永远期待创新的自己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座右铭 我觉得宽总也可以给我们 介绍您的名字 好的 谢谢我们观众的签名 跟40一样的 对 对 刚刚还在淘汰在 他刚刚所给自己 选择到的这一款限量的 万表当中 就是跟我们整个的 本质和这个 棕绿色的这样的 感染绿色的这样的一个万表 非常的搭调 对 那我觉得今天既然陈北老师也在 那我们也请陈北老师 选一个 然后能够作为 送给我们佩奈海表迷们的一个小礼物 好 谢谢 那我选到的这一款呢 是和佩奈海一样成就个性独具的经典 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像这句话一样 成就个性独具的经典 那我也签上自己的名字 不知道 各位通过今天的直播 对于我们的佩奈海 在2023年度的表现 有哪些了解 或者是说 对于佩奈海 源自1860年以来的 整个品牌的历史 有哪些了解 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今天的直播呢 有所斩获 当然也特别感谢热巴的到来 也谢谢宽总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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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 那我们最后再跟观众打一个招呼吧 好不好 好的 那当然我觉得今年 我们在Zenwa中表展 有非常多特殊的一些作品也好 或者是我们有全新的系列 那我也希望呢 各位镜头前的这些直播 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对于我们的品牌的外表有兴趣 请随时欢迎联系 我们的这个品牌大使 然后呢 他们可以帮你们做更精细的一些解说 更介绍 嗯 我相信今天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应该也会对我们佩娜海的这些外表系列 应该有一些简单的了解了 希望大家可以选到自己 非常心满意足的外表 抓住时间从此刻开始 哇 好棒的一个结尾 也再次谢谢热巴 也非常感谢持续守候在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有机会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